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坦白讲 现在的底薪千二块 的确是很难在马来西亚生存 你给的租金 吃完饭 给的 transport 哪里够 其实不够的 你根本没有可能可以拥有一个家 或是拥有一个车 现在市场上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嘛 工作机会少了 所以因为工作机会少了 剩下了 政府就会开始想 如果工作机会少了 怎样制造多点工作机会呢 3D是其中一个一路来都在请人的地方 对不对 比如讲在construction 建筑业啦 有些人在plantations 那种农业啦 这些工作一路来都是给外劳 他们在作者的 他问题就在这里了 为什么本地人不做 然后其中一个他们提到的 本地人如果他去国外的时候 他们肯做喔 这么是在本地的时候不做 其实一路来讲到我也都是心惊的问题 当人有选择的时候啦 我肯定选一个比较舒服环境嘛 如果一个工作A 然后第二个是工作B 两个都给2700 我当然选2700可以在aircon 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的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造成当人有选择的时候 我会选择比较舒服工作 剩下3D工作 剩下外劳来补贴咯 我们现在马来西亚最低薪金是1200 其实是不足够的 如果要生存的确你有2200 生存的方法 所以趁着很省 把2000去也是刚刚好而已 坦白讲你不会有多余的钱 给你比较舒服的环境 你可以算租一个房间 现在都要三四百块 你transport 然后tile RD每个月 然后坐车都要一两百块 吃呢 一天给你吃十块钱 一个月都要三十三百块了 所以2000是刚刚好而已的 所以不会说很多 问题就是现在的市场因为经济差 然后商业也受到这个新冠影响 生意也差了 所以到底雇主有没有这个能力给 因为雇主现在负担很多 所以如果再提醒一下2000去 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给 其实员工方面2000去真是刚刚过而已 把雇主突然交到2000去 他们可能也顶不过 当雇主顶不过的时候 他们会有结业 不是每个雇主有这个能力 的确我认为有些雇主的确有这种能力 他们如果有能力的话 可能他们又觉得 诶 市场上现在market都是2000去 为什么要给3000去 就算他有能力给3000去 他也肯定不给 但有一些雇主真的是没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职业了 我们可以分这几个阶级 第一个人家首选的 当然是office工 因为office工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然后又有ACON的环境 这个是首选的 所以你看每次在铁方我们刊登工作的时候 一有office工 不论是很高级的白领 或是比较低级一点的 或是初级的admin或是receptionist 都会很多人申请的 通常这个工作都是最强熟的 一份工作可以有300个人申请 这个没有了过后 人的第二个首选就是 可能在商场上工作 至少有ACON 可能在那种餐厅上工作 至少工作环境还好 或是工厂 第二个选择 到了这个没有 才到第三个选择 第三个选择就是 多数都是商业工作 建筑行业 constructions 或是种植行业 plantation 特别是种植业 一路来都缺人 你可以看那个棕油 那个塑胶 金马龙的种菜 那个农园 一路来都缺乏人工的 因为很少人去挫 再加上现在外劳短缺 所以他们一路来就有这个问题 坦白讲 最主要的人就是薪金 就是金钱 而什么搞鬼就是外汇 20年前 全部马来西人都是去那里 他们叫跳飞机 都是去那里 美国 都是去日本 对不对 去到那边都是3D行业 餐厅 或者是construction建筑业 对不对 多数澳洲 澳洲去做什么 然后采苹果 种storberry 他也是3D工作 他的问题就是 他那边可能也是赚2千 问题是他2千是澳币 有些群力得给你赚3千 不是澳币 3千换到来就是9千 不对 在这里的确他可以得到2-3千的 问题就是在这里2-3千块是马币 在澳洲2-3千块是澳币 的乘三 所以人家看到这个金钱的问题 所以 所以坦白讲 马来西亚人他们愿意去新加坡 或是澳洲做这种3D工作的 问题是刑警问题 这个也会多多少少一些影响 因为这么是 你想想你是一个本地人 如果你工作环境 你的同事 20个都是外地人 你是一个本地人 他们可能感觉上没有什么舒服 是除非 比较多本地人给接受 这样你觉得大家工作上 大多数有本地人 大家一餐 平等一下子 他就ok了 社会上人家可能会看你 用不同眼光看着你 诶 这么我的儿子突然间去做 这个跟外劳一起工作 人家会有一种眼光看着你 这个慢慢慢慢时间可以改变 就像我们刚才讲 巴萨本地人去工作 慢慢慢慢让人家接受了 人家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了 时间可以改变了